台东县政府文化处于11月18号下午 邀请AI界李白、蔡宗和教授 为大家深入浅出的分析 生成是AI的未来趋势 以及我们因应与面对的方式 我们不要去期待说 这个小学生或是中学生 就每天打开python在那边写call 这种人太少了 而且不见得每一个聪明的小孩 都要写call 因为写call必须要有个特质 就是要做得住 不见得聪明人都做得住 因为写call它是一种类型的工作 就是说 当你发现有bug的时候 短则几分钟找出来 长则几天找不出来 那你如果不够耐心 就是不够做得住的人 你可能不太适合写call 也许你适合叶速追行 蔡教授表示 从GPT3.5推出到GPT4 只有105天 大家要试着习惯AI带来的 极数科技列车时代了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充分地了解AI 才能够成为AI的主人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